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军委联旨总指挥习近平 8号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表明新一届军委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的鲜明态度 他强调 全军要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 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 加快提高打赢能力 有效履行新时代我军使命任务 下午四时许 习近平来到军委联旨中心 主席同志 军委联旨中心 正在常美之勤 请主事 真请指挥人 吴清风 安计划进行 是 习近平听取了军委联旨中心 全体指挥员致以诚挚问候 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习近平强调 今天我和军委的一班人 到军委联旨中心来 就是要亮明新一届军委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的决心和态度 习近平指出 党的二十大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出发 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战略部署 强调要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全军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部署要求 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好 宣传好 贯彻好 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在部队落地生根 以实际行动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习近平强调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我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 军事斗争任务艰巨繁重 全军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 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 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 加快提高打赢能力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习近平指出 军委联指中心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实施战略指挥的重要支撑 地位重要 责任重大 要牢记职责使命 加强国家安全形势研判 加强军事斗争现实应对 加强指挥运行实践创新 努力建设绝对忠诚 善谋打仗 指挥高校 敢打必胜的战略指挥机构 为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有效履行新时代我军使命任务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佑霞 何卫东 李尚福 刘震丽 苗华 张生民参加活动 injuries 妥华 来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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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华阶检